美国最近的朝野都为这个Texas通过的这个anti-abortion就是禁止打胎的这个六个星期以后禁止打胎的这个法令来议论纷纷了可以说是争论不休 因为这个这个法律严重的违反了这个妇女的权益 因为很多妇女的六个星期之内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如果按照德州的这个荒唐法律禁止打胎法 如果你一旦被发现怀孕了但是超过六个星期去打胎 你会被罚款一万美金 所以呢这是非常荒唐的 但是呢有三个州长呢 也是美国最可耻的三个州 也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州的州长呢 是支持这项荒唐的法令的谁呢 就是Texas的这个州长 Greg Abbott 还有就是佛罗里达的州长 Ran Descendas 还有就是South Dakota的州长 Christie Norm 这三个州长都是忠实的这个川普的走狗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鱼肉香里 Texas和佛罗里达是美国疫情目前最为严重的州 可是这两个州长呢依然对这个口罩强制令呢予以反对啊 而且支持那些不打疫苗的人 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是千秋罪人 真的是该死下地狱 而这个女的呢 这个Christie Norm 这个South Dakota这个女州长呢 他是一个Ran Nack 他是一个农民 目不时钉的农民 对不对 靠加大业大 这个农业州嘛 靠加大业大当上了一个州长 对不对 他不断的去去舔辟川普 对不对 还要说给川普在总统山上争夺一个位置 让他和 罗斯福 林肯 杰弗逊和那个华盛顿 并排在这个最伟大总统的这个山头上 真你妈丢脸啊 这么拍马屁 你肯定下届肯定被选掉了 你这种Ran Nack Wire Trash 也能当州长啊 所以South Dakota这么落后的一个 一个中部的农业州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 这个是全国排名前三 所以你只要跟川普沾边 一定是臭名昭著啊 所以美国这三个州的 臭名昭著的州长呢 最后必将受到人们的唾弃啊 必将成为人们辱骂终身的对象啊 这三个人真的是不得好死 该下地狱了 拿人们的生命做他们政治前途的赌注 Fuck them 这就是我了 我不得好 这个人 业主人的 业主人的